说这么大量的鸡肉上市 这都哪儿养殖出来的 怎么量这么大呢 事实上鸡肉现在在中国来说 也仅次于猪肉 成为第二大消费的肉类 它是怎么养大的呢 有的人就开始怀疑 说你看 说这鸡肉长这么快 一定是打了鸡素了 那鸡素不用问对人体有害啊 再一个说这个鸡肉即使没打鸡素 养鸡过程当中长这么快 不定搁什么药了呢 这可能对人体有危害 所以长久以来呢 我们对这个大量鸡肉上市 一般在议论呢 说这个鸡肉啊 没有原来那个土鸡奔鸡好吃 另外一方面议论 这样鸡里头有事啊 你看这鸡肉都不香 不定里头都搁什么了 甚至还传出这样的谣言 说有人呢 到麦当劳肯德基的养殖场看 说怎么这个 在这个麦当劳肯德基 总能吃这鸡是鸡腿呢 一到人一看 我说据说个现代化养殖方式 一个鸡在那 始终就跟在市馆里长大似的 都不下到地上来 然后每个鸡身上长六鸡 是八个鸡腿 哎呦 我看了这消息 我都乐 你以为养哪吒呢 三屠六倍啊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大家对这种肉鸡 快速成长起来 四十五天就出来 大家肯定是有一定恐慌的 那么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说说 四十五天出来 正常不正常 咱们实时求是跟大家说 太正常了 自从一九五零年 德国人发明了现代养殖技术以来 这四十多天 肉鸡就长成 再正常不过 现在国际上这种肉鸡 四十天左右就出来 和我们见到这个宿海集团 四十五天 没有太大距离 一样 这并不是说打了什么激素 而是现代科学 在这个科学饲养方式上 和饲料选择上 和品种搭配上 最后优中选优的结果 你像这次宿海集团养的白羽鸡 它就是经过多次的研制出来的一种新品种 这是现代科技的进步 跟打激素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个是鸡不可能长这么快 起不到那么大缩 再一个那激素成本太高了 它卖鸡肉都卖不出来 那本都回不 就是鸡里边放了药 什么药呢 抗生素 我以前在讲抗生素的那期节目里 我曾经说过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说是抗生素超不了 说我这头痛脑热就吃中药了 我也没吃抗生素的药 怎么抗生素还超不了 那跟你吃什么药都没多大关系 而是我们吃的肉类里头有抗生素 不光是鸡肉 猪肉 牛肉 鱼肉 里头都有抗生素 为什么要用抗生素呢 现在这养殖是大面积集中养殖 你看鸡猪 牛鱼 这一片一片在一块 一旦又有传染病 全死 这一死 养殖户损失不大了吗 怎么让他不得病呢 不断的给他往里加料 就鸡猪里边添加剂里头加上抗生素 他是不得病了 人吃了这个肉 人就容易得病 有很多人 不服这些药 不吃这个抗生素的药物 可是依然体内抗生素超标 就是吃这些动物的肉类造成的 最后抗生素 在体内的含量急剧生长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值得担忧的 养殖场 不用抗生素的太少了 因为如果你不用的话 他大面积死掉 他经济效益受损害 再说抗生素呢 又没有在我们国家明确的列入食品添加里头 不能添加的 资料添加不能添加的 还暂时没有这样的明目规定 所以好多地方都往里加这个东西 来避免自己受到这个传染病之后啊 大量的这种生出死亡 来降低这个损失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们该警惕的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在超市里边 麦当勒肯德基吃的这个肉鸡啊 它本身没有问题 可以吃 但是这里头确实你不能排除 它养殖会往里滥用抗生素的可能 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呢 不会像其他那些毒药一样直接产生威胁 可是天长日久这么累加累加 累加到一定限度 你就容易得病 这是我们现在食品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在有一个很多人的吃这类肉鸡的时候啊 就觉得没滋味 不好吃 说没有原先土鸡奔鸡好吃 有的人就说 哎呀 这营养是不差啊 那么是不是这45天长大的肉鸡 它的营养指标 就知道土鸡奔鸡差很多呢 就说我们吃了这东西没啥营养呢 其实我估计对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来讲啊 这个结论你不一定信 我开始听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信 为什么呢 这个不符合常理 我们一般的鸡少着三个月多个一年 它长了八九个月跟45天比 哪个口感更好呢 毫无疑问长得慢的口感更好 这是一个常识 就这东西要长快了 它可能这肉就糙了 咱们都知道农作物都是 生长期要长 这就好吃 你像广东 湖南 三级到四级到 东北的大米就一级到 它生长中级长 所以东北大米就好吃 新疆的瓜果 生长期就长 长得慢 所以它糖分大就甜 这是基本的道理 我不相信 这样的说法 就它长得这么快 营养一点不比土鸡差的 这个我也不信 但是科学数据摆出来的这个营养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氨基酸也不少 蛋白质也不少 但是这些东西 我倒觉得它不能涵盖营养的全方面概念 全方面概念是什么呢 还包括我们吃时候的口感 乌鸣会员 这个肉鸡确实不毒 土鸡奔鸡好吃 就像土鸡蛋 往往比那个养殖出的那个鸡下的蛋要好吃一样 我感觉这是个口感的问题 口感问题来自什么呢 有三方面 第一个 它是我们一种习惯 假如我们一开始吃的不是土鸡 比方说一开始 我们很久以前就吃45天长大的鸡 可能现在我们再吃土鸡呢 没准觉得它味道怪呢 因为你习惯那个了 过去我们都习惯土鸡的味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有个烹饪方法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 过去咱们住屏房的时候 家里是大锅 大锅的火上的快 炒小鸡什么炖小鸡 非常香 现在家里那高压锅 那一般炒锅 火上的不那么急 所以弄出来的东西没有那个好吃 可是你再想一想 就过去我们那个炖那个小鸡 土鸡的话 和现在外大老肯德基 用现代工艺炸出那鸡肉来 你比一比口感哪个好呢 再有一点你要从口感营养来讲 有的动物学家就研究了 土鸡本身它生长周期长 它在这个鸡肉里边的一些细腻的成分上来讲 你包括一些脂肪啊 蛋白质一些分布来说 要比肉鸡更均匀合理 可能这么大一个肉鸡的营养 并不比这么两个土鸡营养少 但是你摊到每一块鸡肉上 那个肉丝的粗与细 每一块嚼起来的那个味道 它是有差异的 所以就说土鸡不一定比肉鸡就有营养 但是土鸡吃起来口感 整体看比肉鸡要好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正是我觉得现在 我们对肉鸡土鸡口感上的一种正常认识 我们不能忽略 你现在你想想 不少人家也不做饭了 有的时候你前两口你给他一只鸡 让他从沙了 然后再摘干净再做 他都不会 那么现在城市化进展过程当中 人的生存压力大了 时间紧张了 这些事就得积约化的交给单一个行业去做 也就是说对这种鸡肉量需求大了 对口感需求量大了 那好 那你就得有专门的行业做着 专门行业做这个成为专业的话 食品一定程度上就会得到异化 就跟原先不一样了 你原先自己家就像是小门小户养着户似的 自己家养一只鸡 然后炖了自己小锅 一天有的是工工 对我都糊涂糊涂慢慢弄 你现在机油化炒作了 不是说营养工程就差 烹饪方式方法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的贪婪本色就出现了 既想得那么些营养 又想好口味 还想快速吃到嘴 还想多吃点 过去咱们吃顿小鸡得多费劲 现在想吃鸡肉多容易 所以你说多快好省 这四样很麻烦 你要多了就不能快 要好了就不能省 它有矛盾的 你又想说是 我随时都能吃到鸡肉 又想随时都吃到可口的 自己又不想花工去做 然后还要求营养各方面都来 那便宜是都你一家的了 你不能什么都想要 这是 需求量这么大了 还想让它弄得每个活都很细 这是不可能的 再者说 现代养殖业是那样 如果你不按照现代养殖方法 你得赔死 人家这肉鸡 四十五天出来的 你养一只鸡 养了半天一年才出来 你不找着赔钱吗 所以它也是 这种集约化 工业化操作 对养殖业现在一种必然的要求 你再想像过去呢 那对不起 那今后很可能 现在已经出现这现象了 比如你买柴鸡蛋 你到山里面弄一只土鸡 那价格比肉鸡贵很多 那好 你要尝耐味 你觉得耐营养好 你买耐的像 价格者得吗 正是由于现代的这种饲养业存在 才使我们现在吃鸡肉如此方 那我们再说 我们下来的